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别人给你一个资料 例如说你只是为了请对方帮你填一些相关的资料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是教务处 我只希望说大家帮忙把第一次月考的成绩收集起来 填写完然后交给我 可是很多人就会在上面可能填很多你不想要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们如何去有效率的去收集资料呢 好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怎么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各位参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呢我只要收集收集什么 他把第一次月考或是某一次月考学号是什么 姓名是什么甚至连姓名都不用key了 好例如说假设他今天考完试之后 他就直接去输入输入一个什么 他的学号然后姓名31014kms 然后国文95英文100 然后点选新增你看这边是不是资料就加进去了 而且呢更棒的地方是他能不能在这边注入不行 就是你不要再让他去这边点那边点到时候把什么 把格式改掉了 或者是很可以指定说 哦你就只要把什么资料停写完毕 好例如说假设现在变成N3102 然后是Merry 好9995 然后点选新增 你看是不是资料就直接放进去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达到自动收集资料 而且他也改不了你里面的任何东西 你现在点别的地方 对不起 就是这些功能全部都不能用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 好那当最后呢 最后他也是要储存档案了 然后离开 比如说点选储存档案 然后关掉 然后再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寄给你 其实你只是为了要收集那个资料 所以呢怎么样去做到 就是说限制别人不能够去输入一些内容 而且又可以自动的达到你要收集别人的资料 这个目的 重不重要 不重要 例如说我就直接填个问卷 然后问他要不要中午去吃什么便当登记一下 都可以用现在我教你的这件事情去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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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